欢迎来到美厅 60岁后的生活 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岁月匆匆 毫不留情 转瞬间 我们这群曾经并肩作战的老战友 共度青春的老朋友 同窗共度的老同学 情同手足的老兄弟 都已迈入了60到70的人生阶段 人们常说 寸金难买寸光阴 若上天真的允许 我愿用我所有的微薄家产 去换取那逝去的20年青春 我渴望回到那个充满活力 忙碌而充实的壮年时代 那时的我们 怀揣着梦想 肩负着责任 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每一个挑战 然而 我深知这只是痴人说梦 时光如梭 岁月如流 它怎么可能倒流呢 但这份渴望 至少表达了我们这代人 对生命的敬畏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说实话 我从未真正觉得自己 已经踏入了老年人的行列 仿佛心理上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仍旧觉得自己精神绝朔 能够自由自在地四处旅行 能够为儿女们看守家园 能够陪伴年迈的父母就医治了 还能够为孙子辈们担当起照顾之责 享受那孙管干部的戏称 然而 不管我如何不愿意屈服于岁月的流逝 身体的真实反应 却无情地提醒我 我已经不再年轻 我环顾四周 看到那些曾经的老友 数月不见 仿佛隔了数年 他们容貌的变化和衰老的速度 让人感叹不已 时不时传来的故人离世的消息 更是让人心情沉重 年龄 这本来不应该是问题 只是自然规律而已 但问题在于 当我们处于六七十岁 这个尴尬的年龄段 说老不老 说小不小 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衰老 和生命的无偿呢 谭吉花钱月下的浪漫情调 似乎为时已晚 已无法找回那份年少时的激情与憧憬 而谭吉天上人间的超越尘世 又似乎为时过早 还未曾准备好 面对生命的终极归宿 与年轻一代相处时 常常感到难以融入他们的世界 话题格格不入 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代沟 而与老一辈在一起 又时常觉得自己尚显稚嫩 无法深入交流那些沉淀了岁月的沧桑话题 每当逢年过节或参加聚会时 想要染染白发 已显年轻 却往往被人讥讽为装嫩 偶尔下馆子点几个好菜 喝几口老酒 以犒劳自己时 又被人说成是嘚瑟炫耀 许多人在这个年龄段上 肩负着照顾老人和孩子的重任 每天忙于家务所事 身心俱疲 然而 有时孩子们却难以理解 父母的辛苦付出 反而满腹牢骚抱怨 想要任性一回 追求内心的渴望吧 却又被指责 不会过日子 不懂得节约 而选择沉默寡言 以避免纷争时 却又被怀疑 是否陷入了抑郁的漩涡 六十至七十岁的年龄段 仿佛成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他们活得真叫一个泪 内心渴望的快乐和尊严 似乎渐行渐远 年过花甲 人生百态已尽收眼底 究竟何种生活最为欢愉 人生匆匆 如草木一秋 岁月流转间 我们这个年纪 还有什么是看不明白 悟不透的 其实 答案很简单 就是难得糊涂 每一天都是现实的写照 对照着我们的生活 去深思 去品味 去总结 去规划 如此 健康与快乐 自会如影随形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 要想活出尊严和快乐 就不要自作多情 因为没人把你当磕聪 一 当人到了六十岁以后 健康的重要性 愈发凸显 它不仅直接关系到 我们晚年生活的幸福与快乐 更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尊严与自主 因此 我们应该学会放下那些琐碎的事物 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锻炼身体 保持健康中去 同时 保持乐观的心态 少生气 多笑容 这也是延年益寿的秘诀之一 二 当我们步入花甲 古稀之年 能够和老伴携手共度余生 实现年轻时侄子之手 白头偕老的誓言 这无疑是一种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在这个阶段 我们需要更加珍惜与伴侣的相处时光 和睦相处 共同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三六十岁以后 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管理自己的养老钱 这些钱是我们晚年生活的保障 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要学会量入为初 合理规划之初 既要保证生活质量 又要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同时 我们还需要提高警惕 防范各种诈骗行为 以免自己的血汗钱付诸东流 四 过了耳顺之年 别再为别人操碎了心 也别把责任往自己身上了 别再自作多情 以为别人离不开你 不如随心所欲 自由自在 手里若有闲钱 就去看看世界 尝尝美食 好好享受这社会 回馈给我们的美好生活 弥补年轻时的遗憾 找回真实的自我 五 对于付出和收获 也别太自作多情 我们为社会 为子女做贡献 是无条件的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既然已经付出 就别再计较 能得到多少回报 期望回报等同于付出 只会让自己更加烦恼 不如看开一点 洒脱一些 六 没有期望 就不会有失望 只要还能自理 就与儿女分开住 过独立的生活 不要把幸福晚年 寄托在儿女身上 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条件 和社会的现实 以自己的能力 来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 这样才能真正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 享受晚年的美好时光 七 切勿沉醉于子女 无尽的陪伴 误以为 他们会永远守候在身旁 要知道 久病床前无孝子 这并非冷漠 而是生活的无奈 我们必须学会 自我依靠 独自面对生活中的风雨 与子女保持适当的距离 不是亲情的淡漠 而是更深沉的爱与理解 珍惜自己的身体 关注生活的点滴 这才是晚年最宝贵的财富 八 别多情于太多的亲情 以至于成为一种负担 亲情并不是随着你的年老而远去 而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对于情感的理解和表达 你有你的方式 它有它的主张 比如说 有人认为亲情必须无微不至 关怀备至 有人却认为 适当地保持距离 才是对彼此生活品质的 尊重和保护 因此 把亲情平常视之 反而能收获意外的感动和幸福 九 善良不是软弱 不要盲目地将自己的善良 散播给每一个人 因为过度的善良 只会让你变得软弱可期 在保持善良的同时 也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 保护自己的权益 让善良与坚强并存 十 别总是自以为是的 充当英雄好汉 这不仅会自找麻烦 还可能让你陷入困境 不要轻易答应为别人做事 尤其是那些 可能给你带来压力和负担的事情 少说是多说不 学会拒绝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轻松自在 十一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这是生活的智慧 我们应该学会舍弃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和幸福 打理好自己的事 不要去干涉别人的事 更别操心那些无法改变的老天爷的事 这样我们才能过上轻松自在的生活 十二 不要多情于贡献 把自己的事情管好 少给子女添麻烦 就是做贡献了 不要去操心下一辈的事 有些事在你能力范围之外 有些事也不需要你做 因为我们和他们这代人 在认知生活方式上的差异 有时真的会好心办坏事 你已经到了退休的时候 应该享受自己的生活了 放手让孩子们去做去闯罢 哪怕是碰壁 也是他们人生必须经历的路程和收获了 十三 过了耳顺之年 别再逞强好胜 勉强自己做超出能力范围的事情 否则 不仅会耽误了事情 还可能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凡是量力而行 才是明智之举 十四 进入暮年 中老年人应该学会 以轻松的心态面对生活 对于任何事情 都不必过于痴迷和投入 应该以好玩的心态来对待 不沉溺其中 不伤情 不伤身 在这个阶段 开心快乐 才是最重要的追求 十五 不要自作多情于他人的建议或帮助 我们暂不论他人的好心是真是假 人总是不同的 你自己的喜好 快乐 只有自己才真正了解 什么真的适合 也只有自己试了才知道 所以 自己做主 经营好自己丰富多彩 输心安逸的退休生活吧 尊严 这个词汇蕴含着深厚的内涵 既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 又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更是一种智慧的象征 在我们生活的琐碎与喧嚣中 我们的一言一行 或许无法得到亲人的完全理解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迷失自我 放弃我们真诚善良的本性 人生匆匆 转眼已过半百 我们不能再为了他人的期待而活 更应该为自己活出真我 活出尊严 快乐 才是真章 订阅每天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 我愿意生活愉快 我愿意生活愉快 游戏